主料,牛肉200克,芹菜90克,辅量,油,盐,胡椒粉,蚝油一匙,大蒜,准备时间,10到20分钟,制作时间,10分钟内,牛肉切丝,下入蚝油胡椒粉油,和适量盐腌制15分钟入味。 锅热油,下入蒜拌炒至,加入腌制好的牛肉滑炒,变色即盛起,锅里留适量底油,加入青菜炒至断生,加入牛肉,继续翻炒均匀,下入适量腌调味即可,烹饪技巧,牛肉先腌制15分钟入味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